廖哥和袁禄 知道傳統僑社、新僑 大家互相幫助 我們一直都是緊密發展夥伴 緊密發展夥伴 求昌袁禄先講講 我希望我們老僑社和新僑 一定要韓傑一致 這樣才有一種力量 這個力量才能夠大 能夠會我們的僑胞服務 又為我們的僑胞、謀幸福 這是對主要的 甘考我們的奮鬥目標 這個團結一直都是老僑常談的問題 但是阻力都很大 通常你遇到阻力 各種意見分歧 各種因素都有 其實就是我們社區分歧 或者有不同意見 這個肯定有 有人類社會都有 問題是什麼社會 你都要求同存意 和有一個包容 你如果不包容 各種小器 人家又這樣 你又這樣 你經常要在心緊緊於懷 對你的身體 對你的健康都不太好 你本身的生活都要多知多彩 要每天這麼開心 你對社區的事情 我都不是很緊張 都是很淡然去處理它 而且都是要扶歐婆心 和大家去講道理 主要都是這樣 沒有一件事百分百正確 一定要團結一致 一起向前 有時候那些不幸的意見 很多的 是 我就是講我們的住口督親 我們的總公所 都是有很多不同意見 不同意見 你只要它為什麼反對你 這個問題 但是它反對 不要緊 我包容它 所以我能夠堅持下去 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現在新的字眼 是換位思考 那2022年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計劃 現在華埠存在很多 因為現在西亞圖政府比較左 左的議會又左 存在很多流浪漢的問題 在我們不遠的地方 又有一個吸毒的站 還有很多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咳警察執法的問題 我們大部分華人都是非常反感的 現在這個問題 我們的工作是有幾方面要展開 第一就是會發信去市亞圖政府 以及市議會 已經發信過去 叫他們要改善我們華埠 我們華埠自己又要做什麼呢 我們華埠大家要站出來多些 將那些讚成咳警察 讚成流浪漢的那些議員 那些官員選下去 將他們的對手選上來 大家不要想著欠我們一票 其實這一票很重要 每個人都說一票不重要 每個人站出來的一票力量就很大 就算是失敗了 主流社會看到我們華盈的票 有這樣的力量 如果整個社區只有五百票 以後沒有人去看我們華埠 我們是少數民族 如果我們夾出來是五千票 投出來這個力量那麼大 就算對方是五千零一票 贏了我 他永遠都要尊重我們 這個是 他執政也不能夠有執政傲慢 所以我要求就是 不管成功與否都要出來投這一票 這個就是 另外我們華埠自己那個要自保 我們自由督親公所也都 未來這兩個星期都帶頭 教了 街道要燈光照明要光猛 還有要教了自己的鏡頭 大家會互補一下 你說的那些攝錄機 就是以前其實已經是有些攝錄機 在我們的華埠的 那個就已經是壞了很多年了 就是沒有保養 不運行到 那就是現在要重新再装 重新 因為如果在公眾地方装 又牽涉到隱私很多問題了 那將會在哪裡装 現在就是各自各的堂所 商家自己在門口去装 哦 就是照照自己的門口 照照 包括前面的街道後面的Yari 那已經基本上有個覆蓋 那就不存在隱私 我的private building 燈光較猛一點 那早段時間 我和裘昌元老和文輝元老 都倡議了成立一個 華埠的巡邏隊 治安隊 這個都運行了有兩個多月 那因為這個是其實 是不可以長久運行的 因為那個經費實在太大 就是籌款那裏又遇到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 我和裘昌元老和文輝元老都走出了這一步 其實希望呢 我們的市政府會給更多些警察 那就可以使得更多 所以就要呼籲大家多些選舉 將那些左派的思維選下去 是嗎 是 就是一馬環一馬 你說警察執法的暴力 但是這個是個別的現象 一馬環一馬 但是普羅大眾都需要警力去維持社會的秩序 都要以法治事 沒有警力去執行這個法 那你大家便練習了 是嗎 好 今天非常感謝陳求昌元老 和梁國耀先生 我叫的姚哥 和乾爺 不用客氣 謝謝你們兩位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 好 拜拜 拜拜